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圳有一个很好的创新环境 法制环境啊 市场环境都可以比别的地方好 1995年 王船福在一个旧车间创业 今天 比亚迪已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引领者 比亚迪跟深圳一样 充满了创新的血液 2006年成立的大疆 2009年 第一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无人机问世 现在 公司占全球无人机市场份额超过70% 大家能再次发展 离开深圳的良好严商环境 深圳 中国内地唯一拥有海陆空口岸的城市 拥有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港口 在深圳的港口面向国际 现在你看到的呢 奥迪航线为主力 地中海 全球好像超过200个点 与机场毗邻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将拥有全球最大会客厅 这里是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内地的重要门户 也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重要起点 外贸出口连续26年居全国之冠 从伦敦行驶的比亚迪电动巴士 到全球最北的华为4G站点 从俄罗斯街头的顺风快递 到东京港口的CINC集装箱 开放的深圳 正深度融合全球产业链资源 特别是列港澳大温期 将为企业创造更好的 更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说我们制作比较小 这需要不同的航空设计 在 Shenzhen 我们有一个非常大 的生产系统的伙伴 这是为了 Shenzhen 深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之都 源头是技术创新 让深圳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深圳为腾讯这样的公司 提供了最佳的创业 创新和成长环境 这里是硬件天堂 拥有全球最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 硬件配套能力 完善的供应链和生态体系 吸引着来自全球的创客 所以今天呢 在很多深圳创业的这些公司 能够利用到这些成熟的产业链 快速地推出一些新的产品 Shenzhen clearly is one of the key centers many different industries are really pushing the frontiers of digitization Shenzhen is the center of worldwide global innovation It's the best place to be right now 这里拥有中国最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高新技术是深圳第一大支柱产业 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 助推深圳成为科技创新之都 the risk-taking profile the need for speed the need for testing new ideas that mindset can be found here as it's found in Silicon Valley 深圳正是看中了深圳的这个创新产业的优势 我们在深圳创立了首个全球创新研发中心 深圳正逐步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物流枢纽城市 现代物流行业整体竞争力领先全国 深圳政府创造的这个环境 让我们走向科技物流打造很多条件 所以我非常有兴趣 深圳是金融科技的领导者 这里是中国最具金融化生态的城市 在全球重要金融中心排名第15位 深圳营商环境优越 商市主体量超320万户 地区购物流行与商市 的货政仓制度 在最初中的状态 今时会有这种创新的创新 但是对我们这些企业的 人员确实力是最高的 然后这个资源会找出一些 很好的创新的企业 这里是国家森林城市 拥有千座公园 空气质量在中国千万人口特大城市中 排名第一 曾获得联合国人居奖 这里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2019全球十大最佳旅游城市 深圳大鹏半桃海岸线 是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 我看到它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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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城市还是一样的白城市 这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 中国第一个设计之都 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 移民文化气息在这里洋溢 深圳也是一个未典的城市 所以说河内山的深圳 是名不信传的 谢谢大家 televiz即将给中国人 minded 欢迎见生活冒出 参加我们要反应快地 中国与优在深圳的 US 我来澄美长 内山的深圳 移民哇小美小处 朕刻 Give uschts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